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本最后的很多内容我们值得欣赏 所以我先来讲这个深度思考 《Keep Thinking》的这本书 因为这是《西洋期期望》写的 那这本书是它的新的路程 它是人类第一个被AI打害的人 30年前 因为它代表人类被AI打害 那它一直很纠结 那个纠结的感觉是没必要 因为它觉得它代表人类输掉 但是它这30年来慢慢体会体会体会 它觉得还是要打不赢就交我它的妈 它的体会的后面那个心静字 对我们现在来看 但它讲的时代呢 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我们走得比它一直很快 所以我用它里头的话 人类对战到人类合作的探索 这个是它的探索 那我本来 从来没讲过人类对战 因为我的行业里头 我没有跟机器在对战 机器应该是合作的成分多 但它人类对战的感觉 说不定我也要试着看不同领域的看法 所以你们今天很多的配备很重要 因为我的心境比较像是我们犯错的感觉 因为我们是 虽然这一次深层最爱跟我们没关系 可是我33年前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语言模型 这是Language Model 全台湾可以讲这题目的人不是很多 我应该算可以 而且呢 我研究领域就只有两件事情 一个叫搜寻情 一个叫语言模型 那就是我左手要打我的右手 我是Google的时候负责搜寻群 全球三个director 我是其中文 那我负责中文这一块 我在加入Google之前 在台大中文院加起来15年的时间 韩文博士论文研究大概20年的时间 全部研究语言模型 也就是说我是研究语言模型 是加入Google做search engine 所以不知道是我打发现search engine还是 因为现在search engine快要被语言模型 所以你们要看到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最近都在玩 那Covid大家都跑出去玩 可是我跑的方向比较是 还是少了一点 往美国去 那这是现代艺术MOMA的一个展出 一进去是机器人作品 是AI化的图 那我发现现代艺术一直反映当代的一些 议题跟问题 那如果你去看MOMA 一层一层一层这样上去 它比较早期的话 谈的是性别的议题 种族的问题 大概跟人本很有关系 可是它现在一进门的前两层呢 都是人跟机器的关系 好特别 所以现代艺术云在反映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议题 所以这是MOMA 这两张图都是它机器自己画出来 它是大概每隔几秒机器就重画一次 每隔几秒就重画一次 每一张图都是我们没见过 你可以说是创作 你也可以说 这边它都乱画 那因为人类没看过 就觉得很有道理 图我们的感觉好像比较强烈的 觉得这个组合很特别 所以图我们能接受 可是文字的东西呢 只要我们觉得哪里错了 就觉得不合逻辑不正确 其实图也是错的 只是我们没感觉 但是视觉的影响 目前看起来影响比较大 因为图大家的接受 也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家也好 或者我们的设计师也好 他在图形的创作尝试过的空间 还有很大很大空间 那我们人类对那些的组合 都认为那叫创作 但是我们的文字 有高度的正确性了解 所以他讲了一百个字 只要一两个字错 你就说他错了 你就觉得说胡说八道 其实胡也是胡说八道 好 我们来看 齐王的这本书 那他的英文版是右边这个样子的 我说他三十年纠结 他这书里头大概分三段 一个谈的是他在想象人类智慧 因为夏其人都以为我们是最聪明的 一般来讲 他自己也会以为很聪明 所以他一直用人的思考逻辑 在思考说人为什么能够理解这个 理解那个 那是他的一个探索过程 另外他书的另外一半 他在想象机器智慧 那机器智慧这件事情真的有点难 如果你不是研究人工智慧这个领域里头 你对机器智慧有过度幻想 或者过度想象 比如说ChairGPT现在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你就会讨论说他没有理解 他没有逻辑 答案是他不走这条路 他只是一个机率的猜测 你给他一个前情提要 他根据机率里头给你一个答案 而这个答案呢 为什么你会接受他 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事情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我们人类这个三十年来 在网路上累积的数据 各行各业的数据 就我们任何一个人 那都是太多太多太完整 所以他呈现一个现象就是 如果你是你的专业 你就觉得他回答中有错 但如果你那不是你的专业 你觉得他帮到什么 那真的很好玩 那尤其英文啊 你怎么写他写的都比我们好 对不对 那你去给老外看的时候 他有一些时候 他觉得不见得写那么好 可是他的美式英文写真的很好 那如果Google Translate 就很忠实英文对不对 不是他的错 因为他活作的 是你写中文 你的中文结构 不他就用中文对应的英文结构给你 那如果你要给他写的话 现在的方式是让ChairGPP 用英文的style会比较好 他是改写 Google Translate不改写你任何东西 他没有一个字可以改掉 那你已经给他错的东西 为什么 我们中文在写 因为我学过圆选 我们在写句子的时候 我们是连续动词 我们会忽略主词跟授词 我们连续好几个动词之后 最后一个授词 如果用英语文化来讲 那这样的东西 对他翻译里头是比较难翻译 所以基本上他就比较符合 中式的结构里头 那西式结构是盗装 所以如果你用ChairGPP 看起来他写法就不太一样 所以他改写后的翻译就很有效 我们来看 刚好这本书 其实在讲的是30年前 IBM深蓝打败前往的故事 可是我们2016年已经经验到 阿伯格 阿伯格的经验里头 还有ChairGPP 我们也有相似的不安 而且我们这个不安会很长很长 所以过来30年 你每个一段时间拿起来看一看 你已经走到期望的哪一天了 所以这本书呢 不是你先看的好不好 你一种是你30年前就跟他看 你一种就是未来 那像什么 那像创业 创业 我不要讲他妈妈 我跟你讲 创业的书是这样 你先创的业再回去翻书 每一次发现你犯的错 刚好是你没看的那一页 一直到最后 你犯的错已经是最后一页了 他成功喔 所以呢 阿伯格是不是自己再去写一本 你自己去写一本 你就比较容易成功了 正好正好 现在正面 齐王很有趣喔 这个像起齐王1997年 败给IBM申兰 那其实96年比第一次 IBM的申兰跟齐王比那一次 齐王是败的 所以 IBM要求在第二次再比一次 齐王就输了 所以齐王在这本书里头 一直在纠结 他觉得他当时是被IBM设计的 那是一场全球的市场 因为那一场比完之后呢 人工真的没有进步 而且一直停止的长达20几年 所以他只是败给了什么 超级电脑 那其实那一场 我们现在回过来看 还是有一点点怪了 行销 那么2016年这个李世时 这个唯一起冠军 败给了Google的Ginmine 那你知道吗 这两个坐在这里的人 都是台湾人 对呀 许峰熊 许峰熊 黄世杰 台南子宫 第几届 第二届还有第几届 许峰熊 之后黄世杰 他们两个人呢 都来自同一个老师 叫许顺清 许顺清的学生 林顺喜教了黄世杰 许顺清教了许峰熊 真的 因为许顺清是台大子宫系 一个讲师 他是最早教电脑下棋 所以台大子宫系的学生呢 都会电脑下棋 也会下棋 你要是会下棋 对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呢 下棋以前在AI领域里头 算是跨分杀 那他想象中 那其力如果会进步 就是能力的进步 我们今天再回去看 那只是人能力的一种 多种中的一种 也是机器中一种 可是以前因为下棋这件事情 比较容易验证 所以AI领域里头 把下棋拿来当成AI的问题 那他可以用各种方法 他不一定用机器学习方法 可是下棋就是有点 有点说AI的比赛 那以前在台大子宫念书的时候 教大我想都差不多 就是如果你修AI课呢 就是互相残杀 我们每一门AI的课呢 都是备战比了 第一天你遇到谁 倒霉输了 这学习当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这样比 就两两比 我们也是比啊 我是研究所 是修大学部课 怎么赢呢 你就是做一件事 只要你不当机就可以 你就赢 这好实在啊 那大学部很厉害啊 闪进各种办法 可是比赛那一天测试不够啊 所以一开就当了 我这颜色手很聪明 我们都不这么熟悉 一开 他打 他打 第一场我就赢了 赢了之后 他就不会当掉了 但是我们都这样训练出来 所以很有趣喔 世界的齐王冠军 既然两个都是来自台湾 这很有趣 代表台湾其实人才在国际上 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没有任何 这个还是有一个英国关系在那边 好但是呢 齐王脑袋响的就是大脑的最后防线 他被媒体受造成这样的感觉 就跟你事实一样 你事实第一场输掉之后 整个人崩溃了 韩国人都不敢看他 他整个人崩溃了 所以因为第二场我就有参与了 因为我们Google台湾这边就有参与很多部署 那黄世杰阿杰他是在丁麦 那当时丁麦被Google买了 但是他们是属于丁麦员工 所以他们其实对Google整个运作都不熟 那整个操盘都是Google团队在操盘 所以我们有帮他忙 有一个很有趣的 大概少数人知道 今天你们可以知道 他败了一场 丁麦输了一场 这一场真正的原因呢 只有黄世杰知道 然后黄世杰告诉了我 所以我如果告诉你们 那我觉得还可以讲 我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书 因为他们本来是没有要接受赢 那就是全部把人类打败了 也就这样没办法 但是那一场中间输了一场 输了一场是什么 是游戏规则的问题 因为他们下一手的时候 这个人的期望也要开始想 因为他们第一次用Google Cloud 他们不熟 丁麦原来没有用Google Cloud 那用了Google Cloud才能够跑很快等等 虽然他不熟 虽然阿椎不熟 所以他们在期望再想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推了 所以他不会等期望想的时候 自己电脑再跑 所以是期望想的时候 他已经在猜测要等一趟下 所以就要想太久了 你知道 那个G 越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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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没有想完 他就一直推下去 所以就没完分了 就挡掉 就输掉 所以那个时候现场转播说 好像AlphaGo疯掉了 乱下了 对不对 他是一场意外 但是这场意外呢 很好 人类赢了一场 他有点希望 所以这蛮有心理学效果的 好 这是今天你知道的命令 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讲 因为AlphaGo在现在的发展里头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JetGPT 在期望书上里头 他有讲这个叫 Moral Back Paradise 它这个概念是这样 就是人 如果你不是学机器 Machine Learning或者AI的人 你会想象中 这个机器怎么跑怎么跑 所以你会觉得说 某种人类能力你机器该有 某种你应该还没有能力有 会想的很矛盾 他们会觉得说 走路这么简单 或者到机器都不会走 那思考这么困难 为什么机器会 这是人的矛盾 那不是应该知道 机器人其实走路很难 现在那个Boston Dynamic 在做人型机器人走路 走路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件事情 那他的进展没有想象中 所以说你在重庆中未来要看到 重庆战士跑出来那还很久 但是你大部分作业交给JetGPT 写这已经发生了 那你怎么觉得说 哪一个是比较聪明的 其实没有 其实电脑就是每一件事情的模拟 那有些他就走得快一点 有些走得慢一点 某些事情走得快 不代表他全面性可以走得快 他不尽然 等一下我会破解给大家知道 就是说JetGPT解开的东西 不整理各种都解开了 他其实是有限的解开 嗯 好 再下来呢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思想家 他会理解机器智慧 那如果我们机器智慧讲过来 大概19360tree machine的概念 那tree machine概念 某种概念或者说 某种概念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有个机器有记忆的概念 那第一件事情是记忆 第二件事情叫运算 那运算是有一个 有一个记忆就只带嘛 他可以记录很多东西 那你就会有一个运算 往左跑往右跑 往左跑往右跑 那这样就可以做加减成绩了 所以你先要表示 把一些数字能够用 这种概念表现进去之后 就可以做 所以他一代一代发现走进来 其实这每一个阶段 你都可以叫机器智慧 可是我们现在对早期的东西 我们就叫classical computer 你就不觉得它智慧 那没做到的就叫智慧 所以什么叫机器智慧 智慧就是还没有完成的事叫智慧 从机器的观点 那人类观点呢 我不敢挑战 因为这有认知科学的知识在里面 我不知道怎么去探索它 但从机器的观点来讲 就是有很多人的能力 机器还没做到 这叫机器智慧 已经做到 比如说交减成绩做那么好 人好像不想跟机器比了 它计算能力那么好 为什么大家没有说它很智慧呢 对不对 很奇怪 好像是生下来就应当了 那如果你是六七十年前 在二战的时候 那时候刚开始是计算器 因为有计算器才能打仗 已经很不简单了 那那个时候 他也觉得那是一个智慧机器 所以这是时代的一点 每一个阶段过来 现在OpenAI反推 其实是IBM Deep Blue 一直到丁麦这整个过程 他有一些历史因果 而这本书 这本书在讲历史 我对不起要念电脑历史 还好没有选这一份 我觉得电脑还没有老大 在讲历史 其他理论你去讲历史 艺术史对不对 那一推三千年五千年 这一推三十年 所以呢这本呢 如果你不小心已经看了 好好看吧 我很喜欢另外那一本 对这本 这是电脑科学家写的 逻辑比较近 可是呢 哲学味道比较淡一点 他是在每一个阶段 发明了什么技术 所以这些技术 对后面的影响 但是他比较从技术观点 所以如果你要想 AI比较可以理解的技术观点 这本书 那这个作者呢 我没有直接跟他认识 好像Columbia的作者 不是 Burkley的教师 可是他的partner Peter Novick 是我在Google的interviewer 我Google面试的时候 十一个人面试我 其中一个人是Peter Novick 所以如果你学AI 他写AI handbook的那一个人 那那一个人跟这一个人 和写的这本书 前面还有一本书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同挂 同一个思路的想法 那这比较科技观点 那这个呢 比较是在谈齐王的心理路程 那前面看 后面看 中间不看 中间都谈他怎么交为企业 要不要交西洋企业 这个你有兴趣你好好看 好 那我呢 是插画一下 我先讲ChatGPT再回来这本书 要让你知道ChatGPT影响哪些事情 那布丁已经听了一些 不过我再讲一次 因为 ChatGPT事实上是Chat加GPT 那GPT是一个语言模型 语言模型是什么的 是接龙游戏 我试试看会不会有这个东西 这张没有接龙游戏 有一个叫接龙 接龙游戏 用这个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就用中文当例子比较简单 今天天气很 你就是好不快 这叫接龙 那么为什么我讲今天天气很冷 是我讲好坏你都有感觉 可是实际上他可以接的字 可能性可能还有几百万种词 那为什么 而且如果语言他现在没有分中英文这样分 人类所有的token 在今天天气很都可以出现 包括句点 包括斗点 都可以出现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跟坏呢 那就是实际上有趣 就是所有那个排列组合 我们人生里头 多数都没有经验过 所以我们其实人的成长最重要是成见 成见就是Shokha 那如果我们到回来没有成见是什么 自闭症就没有成见 尤其高功能自闭 那在看高功能自闭的人的差别呢 是他耳朵眼睛都打开的 所以为什么他高功呢 事实上他Sensor所有讯号都收得到 我儿子是属于高功能自闭 所以他在任何地方都高度交流 那他看的所有东西理解速度 都是我的三倍快 他这样看过去很多东西他同时看到 所以他非常害怕 因为他可以同时看到太多东西 但他处理不完 他处理不完 所以他就产生焦灵 那我们人也看到 可是我们没有处理 那是被制约的 所以小孩子 零岁到三岁那段时间的小孩子 其实脑袋是最好的 那些Sensor都没有关 那他其实正在学习 可是爸爸妈妈教他什么 爸爸妈妈教他偏见 我们一生都是被教偏见 就是今天天气喝茶 我们就是教这个偏见 使得我们运转速度来得及 比如说我走到大门 立刻知道抓这个门要开门 我儿子不是到这里的时候 傻眼的 每个地方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门口比较大 你为什么要看门板 你有偏见 所以他们在测试一个人是 有自闭的可能性 就是这样测 所以他第一次带给那个 精神科医生 他一看就是 这自信 因为他看 不是看哪里 我们所有人都往那里看 那很有趣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经验 所以我们过滤的能力 非常非常强 那原模型某种程度呢 就是训练到可以制约了 那什么叫训练在制约 我讲一个字后面 有两百万种可能 再讲一个字后面 还是有两百万种可能 再讲一个字 还是有两百万种可能 这激励空间太大了 但是如果大量训练的资料进去呢 我讲今天天气可能 可以出现的字已经不多了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要比较 Well-trained 那现在它是用 Neuronet来表达激率 但是Neuronet只是一种形式 可是它那里头运作实际上 是在做几率的猜测 好那它为什么QHP出现这个政经八百的胡说八道呢 原因就是人的错 因为你命令他要给你答案 所以他一定要给你答案 你跟他讲说台湾最出名的三个画家 他就给你三个 他怎么来的呢 他就是台湾最出名三个画家 这个字串 后面猜几个东西 那你说画家嘛 那画家要猜的东西呢 通常我们画家 画画 就是一个画家人名 我们习惯画家会出现人名 所以当我讲说台湾最出名的三个画家 如果我讲台湾最出名的画家的时候 他会猜哪个人名 那他猜准的机率很高 因为我们常常会说谁最出名 两个画家最出名 可以说三个出名的画家有点难了 三个他不知道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里头可能出现的机率里头 他去抓三个出来 所以他就会掰三个名字给你们 其中有一两个可能就不是画家 所以呢 人们就说他错掉 其实他一开始都是轰动都是错 他只是迎合那个机率空间 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很有用呢 是因为约定俗成跟那个偏见 所以其实GPD是把人类的偏见 还回来给我们 这是今天重要的结论 但是那个偏见是谁造成的 是那一群人造成 那么假设你今天问他数学问题 就是那一群数学家 玩数学人造成 你问他什么问题 就是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 是什么 同文成那一群人创造出可能的这几率方向 这一群创造那几率方向 但因为我们对很多领域都不熟 所以我们问了非我们熟悉的领域的时候 你发现他给你都很棒 为什么 你本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最好 那么那一群人是谁 创造出来叫mediocre 他的答案就是六十分 甚至是平均值五十分 所以他不会是最好 他永远不会是最好 他是这一群人问这个问题出来的答案 那是常规里头最常出现的答案 他不是Google搜寻你群排名第一的感觉 Google搜寻你群排名第一是被点击出来的 我现在讲Google搜寻排名第一的逻辑 那你就知道确计排名第一的意义已经不大 Google搜寻呢 他会如果你今天打说最出名画家 之后呢他就会去找所有网页里头最出名画家 这个自创的网页 可是呢他先去算这个网页 被多少网页cite过 叫citech 就是说一本书好不好是多少人cite过 对不对 不是 多少重要的人cite过 所以那是credability 那叫authority 一个网站重要他连过来他就变得 那否则呢你就很容易seo了 你就设很多网站去连他不就是把他就暴冲了吗 不行 所以他authority 这个在这个网路上的这科技叫page rank 可是page rank只是第一步 你今天讲说出名画家 他rank高在前面 所以Google给你答案之后呢 你都不给都不看 Google久了就觉得我推荐给你的错了 我犯错了 我自我调整 他把排名第二的往上翻 你再问相同的东西 别人问相同的东西 会去点的 而且点的时候有点时间再回来看第二笔 代表我看了 他排名就会往上 那他用什么分呢 用IP分 IP分的意思就是 台湾的人的NTU是台湾大学 新加坡人的NTU是南亚理工 美国人的NTU是北德州大学 他就把它分开了 所以呢 Google搜索就把我们知识 根据我们的使用习惯 根据网络连结的权威 根据你阅读的popularity 之后通牌序 所以你感觉他不差 Chair Julie完蛋了 他用什么呢 不知道 他会不会变 不知道 他会不会反应我们的社会 不知道 相同的题目 近乎相同的答案 世界第一次争这一言堂发生 我说人类有一个世界大脑 人类第一次上有一个 The world's common brain 他已经出生 这是我们最不喜欢见到的事情 他出生 因为你不知道他怎么训练 答案他百分之九十几用英文训练 他的繁体中文是千分之二 他的简体中文是百分之二 可是以后你问他早上吃什么 一定是吃他 其他东西他没有 但是如果你跟他讲说 我住在台湾 我早上吃什么 说不定他还会localize 吃餐团 但如果你不给他这个前情提到 你只问他说早上吃什么 一定给你那个 他们那个蛋包 或卖片 那这个很有趣 所以叫大脑外包 这是我今天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别 就是我们人的大脑正在外包当中 这一次是国家级大脑外包 因为你影响不了这个系统 他的训练数据 结果你问他说问题 你也算赚到 有很多问题 反体中文本来回答不出来 为什么 我们所有基础科学 都是用英文写的 所以那些问题呢 你用英文回答 但效果比较好 那反体中文是一个本地文化的东西呢 本地是不见的 本地被同化了 提早被统一了 而且还不知道被谁统一 这有点麻烦 好 那这个搜索引擎 跟ChairGP的背后精神 你现在大概就有点概念 它就是叫文字接融 这个文字接融呢 比如说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头 比如说 I have for my email 或resume 现在电脑板就可以建议你 它其实随时在算这个东西 你在做注音输入法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这样 只是那个复杂度比较低 那现在的复杂度比较高 但是呢 这中间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Lail Transfer 什么东西呢 这些模型呢 它都可以在巨人肩膀上成长 假设是这样子 这是专门设计来辨识图像的模型 比如说这是一个大象 那我们抽很多参数之后呢 这每一个都是神经元 那神经跟神经之间有的加权 传导加权 那我们就把它这个叫Neural Net 那它分一层一层一层 很多层我们就叫深层式的Deep Learning 好 我们不知道它扮演什么角色 可是如果今天给它大象 之后它辨认出来知道是大象 下一次我给它狗 知道是狗 我要给它猫 不是猫的时候呢 叫它你要自我修正 所以它就重跑它的重量 重新算算算算 算了半天 那算了半天 那个演算法呢 就是拿Tooling Award得主的 其中一个人想出来的 就是它回算 重调之后 让原先的Trandia都变对了 好 你这样看为什么它 一个模型要花一千万美金训练 原因就是这样 你每个人还给它一个新的资料 它要重新学习一次 自我纠正一次 你知道Safe Driving Card就是怎样 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开车 用Tesla的自驾车 它不是到Level 5 Level 4 它在Level 2 Level 3 可是呢 Google要做到Level 5 你知道Level 5 每天晚上 Super computing都让不完 为什么 今天看到了新的车况的景象 万一有状况 要重Trand 重Trand的结果是什么 过去所有串的东西不能出错 这一次的还要对 哇 这个Linear Time的组合的 这个学习要多久 所以我们现在用 全部用暴力法 再增加这个学习经验 但是呢 这个学出来之后呢 就是人类共同资产 你知道吗 当我把大量影像去训练出来的时候 这个网路就是人类共同资产 你可以叫它说Foundation Model 为什么 他们实验证明说 我们也不知道这每一个Linear是什么 可是发现好像是底层的Linear Linear比较是在辨识形状 到高一点好像是颜色 到高一点是结构 那么他们就把这种影像 拿去训练医学影像 训练肺癌的叛读 只用几万张肺癌叛读 加上原先大量的图像的 动物图像叛读 居然非来叛读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意思就跟刚刚有点说 语言 中文英文搞不好没什么差 反正都是一种语言逻辑 那么图像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讲说 前面这些Linear 是一个Foundation Linear 后面这些东西呢 在巨人肩膀上迭代去 好这就是这个科技 现在最厉害叫Transfer Learning 或者前面的话 这个叫一个Linear 它是一个Transfer Learning的概念 就是你在一个巨人 通往模型上再迭代下去 你就可以继续应用下去 那这样的就变成Chad的GPT 已经训练出来一个给人类的基础模型 已经够好了 那大家在他之上在长都不会太差 所以他也不会回到原点 因为他已经学了很多东西去了 好我们再回来看 这一个部分 啊能够什么 因为你们已经玩了很多了 所以大致上这些东西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领域的去用过 这个Isabel的律系列 弄合约 写程式的 就是超重灾区的 就是很好 程式生长变得很快 可是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更快 谁最快呢 微染最快 微染把过去历史上写的Code Base丢进Chad GPT之后 微染工程师的生产历史三倍三十倍提到 也不用再问资深工程师了 写程师就随便写一些句子就好了 只有程式啪就少了 所以呢 跑得快 黄仁峻讲的要跑得快 跑得快来不及了 现在开始跑得快 在那里已经累积大量Code Base的营了 还有累积大量数据的领域的企业有可能 那他们要自己Finding到他的领域里头 像五百大企业每一个企业 为什么黄仁峻 这权神皇NVIDIA现在卖铲子呢 五百大企业通通都需要铲子 那怕了 怕怕输 为什么 因为万一同样我们今天说 同样是做华尔街的那几个做投资的 那摩根史丹利假设他现在跟ChainGPT合作很好 那弓门薩斯呢假设没有 他会怕摩根史丹利以后分析能力都上升 那他怎么办 所以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先去买铲子 这跟台湾政府差不多先建构 先盖电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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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买硬底大家都会 买硬底 买硬底赶快去买 立刻宣布我有算力 可是 没有 因为 三年后 第一个使用者出现的时候 GPU已经三年旧了 所以我们的第二代 那个叫什么 像台三号 二号 就是华硕银在硬做的嘛 其实这三四年来没段来用过 已经太旧了 不能用了 所以他马上去标划 排三四号 我高度反对 购置硬底 因为 不是硬底不重要 是台湾的采购流程 使得它不重要 因为GPU这种大概两年就完蛋 你的CPU大概两年就旧了 人家没有人要了 这叫 真的叫库存 那台湾的采购到进来到装置到验收 两名跑掉 所以国家籍的 不行 浪费 不过没关系 比起很多浪费 这很小 天啊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不多 好 那么我们熟悉的 画图 美工 翻译 问答 客服 这个我们知道的 谁做媒体 他画 目前看起来动画影响最快 动画它的层出 如果你用确实比例 速度就变得很快 那 好 这都我们知道 但是实际上我要强调是说 这每一件事情都还没有那么专业 但是对很多人已经有用 因为本来你可能要依靠别人 现在可以自己来 自己标准不是很高 那这样就够了 好 但是这个影响呢 它影响了什么 它影响一个习惯的样子 所以以后这个习惯就是说你习惯用ChairGPP 那不习惯用搜寻期 最后会造成什么结果 就是大脑外包 嗯 等一下你会看到大脑外包 我先给你看大脑外包 喔 还没 不是我最近几倍最深 来 你在哪一层 我们有一个阶段我们叫计算外包 就是记忆外包 现在我们来到阅读外包 就是ChairGPP给我们答案 我们就不用去搜寻去读了嘛 我们阅读境外包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一直用ChairGPP 你又不喜欢跟它来来回回 这跟有点像小孩子找爸爸妈妈写作业 那爸妈一起 哎好交了就好了 那小孩子不会进步 可是如果是跟爸妈一起讨论 怎么把作业完成之后来来回回 哎小孩是进步的 那是爸爸妈妈反而帮了 所以ChairGPP可以帮我们 也可以害我们 如果你会跟他优化的过程 那你时间的缩短 又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这一个阅读外包 哇你很厉害 所以所有外包不是坏事喔 外包是让我们努力变更长 可是也可能被替代掉 差一点点差很多 这就有点像在小学 国中高中一路学习里头 你会发现有些同学越来越厉害 那为什么 他一个学习习惯上的改变 就是说他会一直举手问问题 或者他会一直求证求证 他的正确就会比较高 那这一点点就是未来大家的生活习惯 你在用ChairGPP的时候真的不要 他给你答案你就接受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真的就叫阅读外包 那下一件就是你就学习外包 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有阅读你就没有学习过程 你学习就外包了 这个外包这后面就没了 你就有一天他帮你决策 这个剩下你也没思想 你也没有价值体系的 但这些东西患者某些人呢 他就也变强了 他就我把很多外包 比如说阅读外包 比如我自己的外包 可是我找他来帮我读 比如说很多医生 自己一直读很多医学文献 读不完嘛 那我们干脆交给ChairGPP来帮你读 我设很多问题给你啊 你有找到答案你就要告诉我 这阅读外包就很棒 所以一样 就是这本书我没有读好 但是我有帮你读嘛 所以你读外包 诶 我也读外包不是坏事 可是你回家通通都不读 那你就麻烦了就是这样 好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拉回这边的讲证 其实我们要知道他不能 不能才是关键 因为多数人都只注意到 所以GPP干嘛 其实不能干嘛才是问题 刚刚的那几率概念 他已经不保证正确了 他就是一个几率的可能性 所以你要习惯他不正确 因为他不是即时型 因为他要事先训练好 但Google已经跟 并已经在做即时的调整 这个做法我估计他有两个模型 一个是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一个是透过搜寻找出来的相关网页 可以再跑一个模型 那这两个模型 他把答案不知道怎么样的混用之后 他给你答案 所以如果OpenAI 接下来没有办法掌握搜寻情 那么他最后的即时性会被打败 那Google跟微软就可以把 那现在OpenAI ChairGP不属于微软 他只是微软 优先权 因为他持有他27%的股权 之后ChairGP一定答应 要帮微软赚到一定的钱 然后21美金 还是多少 赚到之后呢 微软就得把股权卖出去了 对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看起来ChairGP 现在拼命让微软赚钱 他加速跟他脱离关系 因为DeOtteman现在的影响力 这Founder的影响力 跟ChairGP现在的影响力 他说不定应该想要自己弄下去 好 那他在下来的影响就是 他不能溯源 这也很严重 因为他就把全世界都吞进去之后 他也不告诉你他从哪里出来的 那他会学坏掉啊 他可能会寡占啊 他会让我们多元社会不多元啊 加上其他的数位科技可以造假 那这ChairGP就变成很可怕的工具 所以G7就很害怕这个坏人拿去用 那同样的 其实G7的另外六个国家也很害怕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独占嘛 所以大家都想要去规范他 所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去规范他的问题 那3E的白领受影响 这个受影响里头有很多数据 我讲给大家听 就是他们目前已经确定 就是说比较容易受影响的工作 就是重复性的标准化的 那比较不受影响的工作 就是还是高度创造性的 之后高度社交 需要社交 比如服务人群的这种社交的 他比较不受影响 那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初阶白领工作的影响会比较大 这是已经知道 另外如果就领域来讲 企业软体是冲击最大 因为企业软体 今年明年如果没有发展到AI 大概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的 Hellskill跟Finance这个领域也认为冲击很大 那Finance为什么冲击很大 因为他很多高薪的人才 那这些高薪可能都是写报告做分析的 现在发现脆纸皮也写不错 所以他不像那么多人 所以这是一个角度 那Hellskill这个领域我比较不熟 所以我通常觉得医生护理的人都很伟大 但是他们显然觉得可以拆掉很多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拆掉谁 一般说法是跟影像相关的判读的人 可是最近有一张图说 从20年到现在那个Radiologist 还在增加吗 对是增加的 因为这世界需要看病的人是增加的 而且可以看病的人也增加的 有钱嘛对不对 就很像西洋棋 虽然棋王输了 可是全世界下西洋棋的人还是持续增加 为什么网络可以下棋 网络可以找对手 所以网络带动了这些晚起的人 实在是增加的 学期的也增加 所以他不是我们想像是一个零和 但是西洋棋王的影响力下降是真的 好 所以呢 这就拉到西洋棋王讲了很多故事 中间有一个百年前的悲剧 这个叫做John Henry 这一个人 当年那个大量做出工具机出来之后 人类就变成机器走了很快 所以工厂工人就变成不重要 这功能不重要 就是机器大量生产 那就有一个人叫John Henry 他就要跟机器拼 拼到最后要死了 他死的时候要拿一根锤子 所以这个就是John Henry的意思 就是说你跟他对抗到最后是一个牺牲者 那当年是蓝领 现在换白领你要跟他对抗 你可能是个牺牲者 好 好 那这一次呢 这个白领的劳动生产也会提高 那公文SARS的说法 就是全球 因为AI 会让全球GDP增加7% 如果如果 50%企业都导入 不会有50%企业导入 所以7只是随便讲这样 但真正重要的是1.5%劳动力 所以美国未来十年内 因为现在已有的发展 劳动力会增加1.5% 1.5%的劳动力其实还增加蛮多 就是平均每一个人能力增加1.5% 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生产力 所以其实一个人可能增加5%到10% 这个多重要 这对台湾来讲就是少子化的解方 假设我劳动生产再提高 那么我每年少掉1.5%的人口 那这样我就还是平衡 所以AI在抢救台湾 在二三十年前日本所谓的这个 失落的二三十年里头 它最主要就是高点化少子化 所以它的生产力下滑 那刚好全世界生产力大幅提升 所以日本某种程度就被推的远远 你可以看到你现在去九州 发现他们所有东西的价钱跟台北 差不多更便宜一点点 九州的薪水比台湾低 这也是为什么台积电是九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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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好 那么 结果好像也有说 大家都可以体会 改变是人类永远不安 所以只要有改变 人类都很容易不安 这是用它的句子 中文句子 每当机器向前逼近的时候 人就会恐慌 就会疑虑 那他是说 以前在工具机 那个什么 汽车牵引机发明的时候 马跟牛没办法抗议啊 他没有办法写给这个玉尾 哈哈哈 现在玉尾有感觉 所以就好像很严重 他说这个都是不断不断发生 这是一波又一波 机器替代我们某种能力又出现了 所以我们又有焦虑感 而这次的焦虑感 白领阶级比较多 就是这样而已 他说很有趣 一百年前最夯的行业是什么 电梯操作员 那现在最夯呢 念咒语的 那过去iPhone的时代呢 写App的工程师 那在Facebook的时代 就是做网路Marketing 社群经理 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 那新人类都会往新的去 所以旧人类的压力比较大 新人类压其实永远都不会大 那他说科技 这是我自己家的资料 科技永远带来新工作 这是1940年到现在 每一个行业里头 黑色是新的工作 那蓝色是旧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一直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也不用担心 但是变成就是说 你现在阶段工作要去做调整 透过深层事业啊 因为别人也进步 你也要跟着进步 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力 所以旧航就说 打不够就加入他吧 这是我拍的照片 这小孩好可爱喔 这是什么 这个太空人当了太空医 这是阿姆斯中的太空医 这小孩子 刚好在美国航泰国务馆 去纽约 我去DC 再想要指的他 刚好这个表情 打不够就加入他吧 他是说 如果我们用人类城障角度 来看这些事情太沉重了 那这只是一次AI的新应用 门槛下降而已 我们觉得深层事AI 好像无所不在 他也没有那么厉害 为什么 他也就是让Gmail写起来更快 不够的大腿写起来更漂亮 Excel 我网还可以画读 不用自己画 就是这样 那你多做多少时间呢 5% 5%可以干嘛 喝杯咖啡 差不多就是这样 要被披居要久一点 哈哈哈 披居要久一点 所以差不多现在是这样 但是因为他会持续进步 所以也许感觉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能 大家都当一个快乐使用者 这大概是目前的感觉 那还有一个 刚刚真正讲的大脑外包 这张图很重要 因为我是拿这个作者 他是一个法国人 我们在Stanford教书 他最近过世了 他写的叫母子姑娘 那样的书 这是一个媒体朋友 送给我的书 他说以前的责任 有些头被砍掉了 他还要讲话 所以要抱着头继续讲话 他说我们现代人呢 早就把头交给电子 我一直交手指头 就叫母子姑娘 话文叫 他就叫母子姑娘 就是说我们其实头 就外包出去了 那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指头 我们现在的反应力多功能力变强 但是我们对深度的阅读的兴趣变低 那我不敢讲深度思考变低 因为这没办法比较 可是我们不习惯深度阅读 或许深度阅读也不重要了 有一天交给机器 也说不定 反正人在改变 但真的这个改变就变成说 手指头好像比头脑重要 这个很奇怪 但没有人讲说 没有讲说 我都不要人来讲 什么讲都可以 没有讲说 人的通胆一定要得好 搞不好手指头好 才是竞争的优势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你今天按去的GV 按很快的人搞不好赢嘛 那不是玩游戏生知道吗 手指头打得快的人赢啊 所以人类史上到现在 在只有二战之后强调 人类人等 那在二战之前 人就跟蝼蚁一样 所以大家的存在只是为了帝王 之后一切很容易就消失掉 存在的价值 那在那种感觉下来 我们再回去看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那么重要 在确有GPT AI 机器智慧时代以后 个人的价值是以下降 但人类却往前大幅迈进 你可以看到我之后的头里面 他是说我们人类外包 早已是不是惯性 很久不记得电话号码 所以也不用打了 之后不记得资本地图了 都用导航了 之后餐饮开始外送了 餐饮外送最大的影响是这样 每一个客单价比高 另外一个呢 距离突破了 所以卖的好吃的 CP值高的 他不管距离喔 他已经生存下来 所以他改变了餐饮结构 那他说 希望说我们也没有失去太多的自由抑制 得到很多能力 只是多数没有好好使用 这个是蛮重要的提醒 好 好 那迄今呢 人类到目前 也在齐王写书的时候 还能规范机器 但是 我就把它补 所以飞机很危险啊 可是事故已经降到很低了 大概七八年前讲说 如果事故没有下降 平均每一周 全世界要调一架波音737 哇 但我们现在一年调几架 中大型的一两架 不可不得了 美国在911那一天 全美国天空有多少架飞机 2万架飞机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天空有多少飞机在飞 高度高度安全 那我们是规范了飞机之后 让它安全的 它的安全要求很高 如果我们拿 对飞安的要求 来要求确叮叮叮叮 它会倒 哈哈哈 你结论太多 它会倒 对 我们得去要求它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人动性 我们得想到要求它 好 因为显然人类跟武器 还很多很多 我们用飞机的角度来看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这叫 responsible AI 我们要让AI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 而不是害人类 因为没有必要 他也不是打算这样做 但是我们要规范它 最后 我发现他的想法 他最后说人类一个强项 他会做梦 是 他说机器或许永远活动 但是呢 机器让我们多了很多时间跟能力 有一些勇敢的人 他们会运用机器 他敢做那种 最重要是去实现那个更难的梦想 就这个例子 萊特兄弟 才120年前 人类都还不会飞 现在不会飞 人靠机器飞了 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担心谁 其实现在ChairGPP 也就是另外一种阶段 它是机器智慧的萊特兄弟而已 我们应该要规范它 让我们可以过得更好 但是人类过得更好 跟个人过得更好 它不见得是一样的 你在我开始看到这张 对 这张 这张是我被美国洗脑的 因为我去华盛顿迪七 看了他的航派博物馆之后 我真的就被美国人洗脑 因为浩奇浩 浩奇浩火星走着没关系 就是 航海迦 一跟二 他已经脱离太阳系了 他出去了 而且是1977年 现在大概接近快五十年 那个时候 什么科技都没有 所以他带一个空空脑袋出去了 好可惜 如果他现在带了一个 就GPT GPT-100 之后带个核融合 带个光速运算的量子电脑 如果五十年内达得到 人就算死了 他会永恒在宇宙间 航向前 是Star Trek的电影 而且是真实的 因为人类正在这样面 你用人类的观点来讲 目前的角度都没错 因为人不是每一个人 都本来就可以过得很好 因为资源分配的问题 但是人类一直有梦想加 他能够实现 这每一件事情都接近了 我就昨天host的一个 Quantum Confusion的演讲 那是IBM亚太的CPU在网络上演讲 我花很多时间学 后来了解之后 我发现是不得了 Quantum Computing就是 基本上量子不是个子 它只是一个状态 所以你电子或者光子 都可以产生量子的状态 那在量子在某种状态下 它如果它可以运算 它是光速的运算 那目前量子电脑就是特殊型电脑 你可以假设它是拿来解决 比如说一堆数字之后 我要去找一个 有没有出现这样 假设这是一个问题 那量子是用光速瞬间找出来 但是呢它高度测不准 因为量子的状态要维持很难 那它是要绝对零度 所以你要在超级电脑中心里头 它不准但是现在都是用AI 用Machine Learning用统计学去 Data Correction 校正回归 所以如果校正出来之后 就解开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学电脑 它有一种叫NPR的问题 就是传统电脑很难解开的问题 但是如果万一它校正回归的整套 有做起来 它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解决 人类觉得很难的问题 它以后就是一个外挂 就是我们传统电脑外挂一个专门算什么东西的 这种外挂 那外挂是瞬间外挂 比如说万一解密码它解开了 这个瞬间解开 人类充实不需要再有密码 有密码没有意 好我是用这个角度思考 这个事实上有点大 但是因为我被美国人训练 我说老板们都喜欢看天空 我终于知道美国人为什么看天空 因为它整个教育就叫你往外看 那它是说当你到了这个地方在看的时候 你对人类的生死已经不会有感觉 因为它的生跟死对这宇宙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会觉得有够幸运的有够幸运的 因为居然有生命的这种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到底活在地球上 是要有生物活在地球上 这也被扩解掉 因为生物是一个生命是个偶然 它不是个帝人 结论是Chair GPT 说不定比我们还合适 留在这个地球上 对为什么 我们现代人叫智人 Human Sapient 这个智人跟尼安德塔人 在一万多年前打打打 后来尼安德塔人输了 智人为什么会赢 智人是因为智人有一个能力叫迭代 就是爸爸妈妈学的东西传给小孩 这是传承的概念 这个能力就让他活下来 所以GPT有这个能力 之后呢他不会死 你说不会死啊 他有一天如果他有核功德 他就不会死了 他有太阳能他就不会死了 他把自己丢到外太空去 他连摩擦力都没有 他也不会坏哦 麻烦了 他是机器 他永恒 他没有生命 但他可以运算 之后他可以达到生命的无限的效果 那我就讲太多 你晚上会睡不着觉吗 但是我是真的这样想的 所以我这样想来讲 从一个角度来讲 他如果是对人类探索这个宇宙 那他还在努力 但如果对一个个人呢 他在挑战我们 所以大小都可以去规问他 所以就谢谢讲到这位 给你们问问题 谢谢 非常谢谢简老师 给您做一下 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讨论的时间 有看书的可以 有看书的可以拿书里面的问题讨论 没看书的也可以 自由发问 有没有人要先举手 我现在是台版确计 他还没做出来 所以我还在最精彩的地方 因为他做出来我就不是了 他还没做出来 我听说下个月可以测 有没有人害怕 下个月 不会测吗 我遇到吴敬东正美上一代 我会一直跟他讲 做法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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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规则这件事情 台湾有解释权 你今天上网就会说 当兵是几岁 他可能要美国当兵几岁来告语 他说不用当兵 那你就有不用当兵 对啊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 比方平讲说 哎 台湾这个背景跟他讲清楚 再问他当兵几岁 欸也觉得对 那万一不会对 就代表训练之道没有啊 嗯 来吧 问问题吧 你可以问我赚多少钱 我会告诉你 哈哈哈 国税即知道 假設你是一個簡歷豐老師的話 就簡歷豐老師 對 抱歉我只是一個 大型語言模型 來我想問 我之前有聽教授的演講 就是在講到說資料的邊界這件事 然後如果我們想要讓台灣的資料 可以被放在大型 就是這件事情的可能性是高低的 就讓我們的資料變成大型的部分 我覺得通用型它的難度比較高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沒有一個指標說它做的不好 所以它要改什麼 你在搜尋你可能說 我做一個網站沒查到 你就可以反應 那它點給你反應 對不對 所以我們Google search 也是慢慢反體中會慢慢進步 因為我們會收到很多反應 比如說SEO嚴重 所以樂視很多 這都會有 現在覺得GPT沒有評估機制 也沒有互動機制 它現在最嚴重是它沒有一個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規範它 就是要有一個規範 這個規範就是你告訴我的 我不開心 我要拿你去舉報 而舉報呢 最好還有更好的方法 因為你現在用Uber的時候 Uber司機跟Uber或UberE 你有一個兩邊互相評論的機制 對不對 那Uber也是這樣才有現代感 所以GPT目前沒有 所以可以先規範它要一定的讓使用的產業 那Bard那個就是它會有一個 所以它會算是嗎 但那個評估都會好一點 就像評估它給你評估 喜歡不喜歡 但是還不夠 因為你沒有辦法給它正確說哪裡不對 當然你未來也可以說 你希望答案應該是什麼 這也可以 就一個一個階段機制來 但是如果你看搜尋以前我剛剛舉的例子 就是你的點擊的行為 它可以猜測而知道 我們為什麼知道你打MTU 最後是台灣大學 而不是人家理工呢 是因為那個IP造成 所以IP要被考慮進去 那就它必須要維持差異化 我們就要去檢視說 同樣的問題 台灣人跟中國跟美國看到的要不一樣 這些都還沒有 還很早 可是我們就用它了 對 我們就用它 就代表它真的還蠻好用 大家就用它 所以有很多的規範 這些規範如果沒有要求 它偏見一定承諾 那你說台灣要怎麼影響它 難度很高 是因為沒有好的規範 它沒有語言去修喚它 而且它這一次比較難的地方是 它沒有個別語言的概念 它沒有個別 它把所有的語言當token 那這個時候它要影響單語言的難度比較好 它是token base的概念 那我們也可以說我們受惠於token 因為如果我們在 你知道我們現在網路人口81 世界人口80億 那台灣人口2000多萬 我們在這地球比例本來就很低 那我們的數據量低也是合理 那我們這麼小的數據量 我們是靠別人給我們答案 所以好像合理 我們不能怎麼去怪它 但就是要有一個反應支持 那偏見也有很存在 因為這個 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能只有一個系統 Google search 其實我也主張 不應該只有Google search一個系統 那病其實是救了Google 因為本來Google快要被告反拖到屍了 然後病就跑出來 當時Yahoo還有試占的時候 那Google還好 到後來Yahoo一直掉的時候 Google在美國的試占就過60 60就有點反托拉斯危險 後來就已經快到八九十 病就跑出來之後跟Yahoo結合起來 這病就維持一定的試占率 就讓Google逃過一次反托拉斯 那歐洲現在對Google 因為歐洲用Google大概90幾% 99% 所以歐洲整個國力的消失 消退就是來自Google搜尋情 原因就是因為Google搜尋情 如果你要查德文法文 基本上用英文查它的資料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不用刻意去學德文跟法文 很多的德法的資料用英文就可以找得到 這種情形下德法的影響力就下重 所以法國一直認為是Google害死法國 所以歐盟到現在對Google法或Meta法的 它的法的方法比較相似 你在我這邊賺多少錢 我就要抽多少稅 但是它本身的產品沒有錢 所以這是全球化的結果 這一次也就是另外一招現狀 來 邓妮先 曉雯老師就是我們可以預期 就是今天的發展會讓大型原模型本地化 那比如說像State of Google這樣子的 台原的合成圖片已經是本地的了 那它跟Meet Journey這種線上版本的風格 就完全不一樣 而且一個像我就可以去裝這樣非常多的號件 去讓State of Fusion變成我想要的模樣 那我想要問的是 如果今天預言模型已經有了嗎 就是開越本地的 但是如果像GPT這種 揮力很強的LLM 越來越開始本地化了以後 它產生了對社會的影響是什麼 那其實是這樣 Meta最近的LAMA LAMA就可以推薦大家去用 因為LAMA已經朝向要localize 那LAMA等於是第三名 所以LAMA決定走 Protensource 叫Protensource Protensource Protensource 對 那LAMA的這個走法 它的有公佈很多它的Benchmark 它的參數從七個Billion 一直到六十幾個Billion 之後它每一項能力的增減 它發現是這樣 語言能力是下降 所以從六十到七個Billion的時候 它的Journal講語言的能力 就大不少 可是它問答能力沒有下降 機器閱讀這件事情 在兩三年前 我兒子三年前的壽事論文 已經就是做機器閱讀了 少量資料就可以訓練機器閱讀 你現在看起來就是這個走向 就機器閱讀這個能力 幫你讀東西的這個能力 看起來不需要大量參數 但是語言的能力看起來 因為什麼都可以亂問的話 參數量要很大 那它說那個quantitative reasoning 是掉非常的快 就是有一種比較推理型的 它掉很快 那所以你可以去看就是說 未來一定會朝向這樣的做法 就是各家 又有一塊好像Meta一個腦 好嗎 亂切嘛 切這是一個版本 切這個版本 那你看你要選哪一個版本 就選出 對選出一個版本 也許你要強調語言 那你就不能降階 那如果你要強調閱讀就好了 那可以降階 那降階的速度這麼快 代表了很多的好處 一個就是它會走到企業版 你的個人版還是太小了一點 那到企業就很好啦 假設10個GPU就跑得動了 那還可以有企業訓練 那企業整個可以建企業的腦 我今天早上兩個 今天早上跟下午的一個台積電 一個有大腦 都是在討論企業大腦 那這個一個垂直領域的領先者 這一次如果不把握就會被追上 因為接下來共用大腦之後就分垂直大腦 那五百大企業每一個企業都要想辦法建構自己的腦 他不一定給他的客戶用 但至少給他員工用 就有點像我們以前講知識管理 現在真的是知識管理 要把公司內部翻箱倒桌的資料 拿去訓練電腦 因為你透過自然語言的方式 只要訓練的好可以拿出來用 最基本的就是程式管理 你現在用微軟拓拍了 那已經可以開始訓練 可是你自己的東西丟進去 你可能會怕 那等到他有一個downsize版本 所以你把自己的東西丟進去 那你有丟進去 你的團隊你的員工 他的開發速度就更快了 那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 所以目前應該是兩級 就大者很大 就小者越小 我不是說企業 我說模型 Google跟這個OpenAI在拼大的 那Google認為他可以拼得更大 是因為他打算把他100個Service 全部都做Generate AI 之後他會得到大量的Data 他把那Data全部灌進去 他不惜些的 所以也許兩三年後 Google會比OpenAI更龐大的大門 那OpenAI現在已經來到 有人告訴我 所以NGPT7、8什麼Plan都有出來 但我覺得OpenAI一定要靠Web去拿Data 他自己沒有那個Data 所以OpenAI現在一般使用的Data 還不太夠 因為很多Data是Vertical Service的Data 所以這是一個Ping的地方 那如果你們把Stable Diffusion下載下來 我看很多人用效果不錯 所以在圖像產生已經夠用了 所以這又是這個叫窮人版 李公義講 B點窮人版 窮人版其實也蠻好的 就可以用了 但中國大陸比台灣跑得快 OpenAI 80%的流量 中國大陸做Reverse Engineer 哦 哦 哦 什麼 可不可以再多講 把GPT3、4的大碼都拿走了 猜走這樣子 猜走 所以為什麼OpenAI說來自中國人 他現在要block 哦 因為他們真的很有競爭力 他們就是用Reverse Engineer 我都拿 我做一個模型 我去OpenSource拿一個模型 對不對 之後我開始產生問題丟給ChairGPT 他回答給我 我就拿去訓練我那個笨蛋了 但是其實這樣違反ChairGPT的ChairGPT 打我 那打我啊 對啊 所以他這一招不是窮人版的 那是強國版 強國版的 這是強國版 但是他每一家公司幾乎都這樣做 所以但李開夫前幾天有講 他說不要只依賴OpenSource 人家的地板你還當刻畫板 這句話其實也講 嗯 但是沒關係 我立刻有地板 也不錯 對啊他從地板往上掉來了 對啊他立刻就有吧 真的啊 這麼厲害 真的很強 對啊 有不起 我當年在 那台灣是要怎麼辦 哈哈 好啊 黃昇勳呢 哈哈 啊 我們就賣硬幣 對啊 賣鏟子也不錯 賣鏟子也不錯 賣鏟子跟人家換 賣鏟子 雖然不知道要換什麼 換使用保障嘛對不對 嗯 嗯 因為賣鏟子的 鏟子只能在台灣做啊 嗯 那台積電線還是有優勢 之後 他們又不可能 不給我們用嘛 所以我 我估計 其實美國企業是這樣的啦 他一做又做全球 嗯 所以 他大概優勢 雖然沒那麼高 但他不會完全不適合 還不錯 但是 我們需要一個國家級 去支援去建各種 嗯 反而不是做台版確定 嗯 是國家級各種 知道說 嗯 拉馬這樣跑起來 效果可能 嗯 因為美國有這麼多 測試的 嗯 閱讀啦 什麼醫學啦 什麼什麼 我們也該建自己的 測資啊 這樣我們才知道說 哪一個版本怎麼樣 那如果我們要去跟他吵架 也有一點依據嗎 嗯 或者你跟人家講說不好不好啊 沒有數字 沒有標準 所以 其實這是國家這個意思啊 嗯 就等於說 你沒有 這有一點像 你 你要去要求 人家 要幫你什麼的話 你還是要講得出來 你的數據 你不能說 我沒有 我的數據沒有 沒有灌進去 所以 他說 那不是更好嗎 你要的問題都可以回答 要不用灌數據進去 那不是更好 所以這個 這個我估計還好 但是因為我賣層子的 還是有一點發更好 你就幻想其他國家 世界上另外兩百個國家 手上沒有層子 這樣有點安慰的 也沒有模型啊 也沒有模型 對 日本呢 哦 所以說Bank講說 我說Bank如果不去做 日本就沒有了 孫正這樣講這句話 對 連日本都覺得他使不上力了 日本人害怕 對啊 所以 所以我還有層子 剛剛有提供 你好 我是一位郭佼老師 然後 就是 因為現在這麼多數位工具的 通過發展 所以變成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在日常的學習過程當中 太多了 他會非常高頻率的跟這些數位工具互動 那以最近 就是 有一個國際的閱讀素養調查 BURSE 他有一個研究結果 就是 我們台灣中年級的孩子 有一個研究結果很有趣 就是我們孩子在說明文的閱讀理解 的能力上是提升的 可是故事體的閱讀理解能力下降 它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我們孩子對於情緒的感受力 正在下滑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於我的教學日常來想 有一次設計的問題 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 就是孩子對於情緒的閱讀 情緒的解讀跟同理 這件事情的能力 成熟的非常的慢 然後 也就是說 就是我們這麼高度的重視數位工具的過程中 我們並沒有同等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尤其是在國民小學階段 其實每一個階段都差不多 然後就是 其實這個我有一個觀察 我之前有講 就是我在很多演講 我就覺得 用久了我就覺得 用跟Trash V好像在跟我老公講 就是跟個阿宅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用久了就人越來越像機器了 如果公關系列我不能陪在你 我真心覺得 我們小孩越來越像機器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我們 其實是因為跟機器相處時間 對相處久 對相處久 那跟人相處的時間少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說 然後 人的互動各方面感情的風景 對 然後還有其實太早讓孩子使用數位工具 的確是不適合的 因為比如說 去年有一個政策就是一生一平安 對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去考慮到 孩子的數位閱讀跟紙本閱讀 對於閱讀別的影響 其實有差別 因為數位閱讀很容易會造成小孩的認知覆核 我們都以為大家的想法都是數位閱讀會讓孩子引發的內在東西 但是因為數位閱讀它的燈光或者是有各式各樣的動畫 螢幕會暗會亮它要滑 那些都在佔孩子的腦容量 也就是說它大腦這個時候就是只能夠處於這麼多資訊 因為數位閱讀它已經會佔掉很多的腦容量的運作 那就會去降低它的閱讀理解能力的培養 就變成說我們很期待在這個教學學習階段帶孩子 能夠一步一步達到高層次思考的能力 比如說以認知的發展來講就是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 我們希望它可以分析、它可以評鑑、它可以創造 可是光它應該要擁有的基本能力是理解跟應用 它就要花很多的時間 再加上現在數位閱讀可以把理解應用的能力全部外包 那我覺得這是個國安危機 這一樣還是一個Benchmark問題 就是說你們在現場已經發現這個問題 它是可調整的 那因為我們原先看到可能數位閱讀跟傳統閱讀 對小孩子的影響可能或許一廂情願覺得對它有幫助 但剛剛這個資訊它可能是很重要的 可是你剛剛提的很多部分呢 不是每一個小孩都發生的 就是因為如果家長早一點陪伴 他在數位使用的地方 他的焦慮感比較少 或者說他更熟練的時候 也許他的狀況會好一點 所以每一個都不太一樣 我自己一直相信數位是加速落差 以教育不平等來講就是這樣 尤其是社經地位差的還 但是你又不能去要求社經地位 這就是臺灣是教育的困難 因為要公平心 就不能這樣跑得快了你跑得快 那因為跑得慢了就不上 所以我都不敢談教育問題 原因是因為 是如果你用整體所有的角度來講 大家速度要接近一點 可是你又怎麼去 一個民主社會又怎麼去要求已經跑得快了 對嗎 你要要求它它就離開體制 所以我們現在離開這個體制的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因為他就覺得他可以跑快一點 他為什麼要跟大家離開 那臺灣的交易有一些 如果你在跨軌性企業看 就是臺灣人的整個培養出來的能力 就是很好的中上能力 我們量性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個高度公平性 就會產生這個概念 但我們對絕頂人才培養 它就是一個線索 因為你不讓它跑很快 因為它加起來平均可能就把人家都影響到 不過你剛剛的問題其實真的很好 因為在教學第一線上 我估計太早的數位教育 如果又沒有配套 又沒有加女王性 它是高速把小孩子拉開 拉開之後就跟不上的現象 而是在第一線上 但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的工作都在處理什麼 處理臺灣剩下那五個人要怎麼辦 我是精英教育裡頭最精英教育 雖然我們自己不是精英 但是我是處理精英教育的人 所以一般的教育對我來很好 所以我覺得 好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實質培育應該要跟上 可是我們臺灣現在的實質培育 非常的封閉 就是像其實剛剛有非常多的東西 我其實聽不懂 因為在我們的實培過程中 它不會去 它不會去寫老師的未來圖像 你要懂這些東西 但老師就是會很焦慮說 啊又要學一個新的數位工具 我要用GIG快速認 都不會了 還要問這個是東西 然後小孩子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就只是會很焦慮 那我今天來就對了 因為我平常沒有聽到這種 不過他開始說真的蠻難用的 他又沒有賺到錢 大家根本就隨便混混 大公司有很多東西 他很特別的用心 就是大家只是會很焦慮 但是我們的失賠的過程 以人才培育人才發展的過程 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 所以現在的失賠這樣荒面 就是我們很像在 在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很像填鴨式的教育 然後教師禁定跟我們的各 像最近這幾個禮拜 全台灣都在考教師真實 它是一個非常荒謬的考試 但是這一群人 他就是要去教我們的小孩 去適應未來的社會 這就是另外一個國安文靜 所以感覺小學校真的老師 不只是真的學誰 我要講一下 因為那個人工智慧學校 我們接下來做一件事 是我們要把我們的課程 對中小學老師免費開放 就是 不行這樣 要納入政策 要不一定 還可以算分數 還可以算分數 算可以分數 那個要去跟教育部 我們就要想想辦法 對 因為 我感覺喔 我感覺教育體系是有派發的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打進去的 因為我一直在演奏 我太太都說 我走到台灣的馬路上 不能解決問題 你走到什麼意思嗎 因為 我所有的訓練裡頭 都不知民間幾乎 所以你剛剛這個問題 對我來講真的都蠻難 因為它是一個難題 它的難題就是 為什麼有一個國家 要壟斷教育這件事情 在美國每這件事啊 每一個學校教材都不同 那每一個老師十八班五億啊 那老師就很像補習班 老師要突顯自己啊 但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國家壟斷教育這件事情 那就教育部要決定 那跟金管關係差不多嘛 有課高 對 有課高 對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過去一個體制叫國家體制 那國家體制介入太多很多很多事情 其實科技國家就影響很少 所以那也管不了我們 但是金融就規範很深 所以金融我們不出錯 但也沒有破壢力 那一樣的我們教育體制也一樣 為什麼要這麼多的教育政策裡頭 其實我知道當年的原因就是公土嘛 另外一個就是資源有限嘛 可是現在的社會好像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越是國家力量下去的結果 老師是累的鑰匙 因為他唯一被抓住的是老師 學生會掉 老師會不會掉 所以老師被抓住了在這個體制裡頭 老師快要變軍人體制了 差不多 但學生他一直掉一直掉 我跳透一個 因為教育問題就比較複雜 我跳透一個問題就是說 好像是現在全世界把教育全部壟斷為公立教育的國家 那大學就是這樣 因為全世界全部走向 連非洲國家中國都走向私利教育 因為你一定要公立教育教窮人 私利教育教有錢人 私利沒有天花板 所以家長可以付很貴的錢 並很好的老師 公立呢 就是讓那些有錢人不要來排擠我 所以讓窮人越少越好 公立症全部放在窮人身上 完全反向 剛好相反 而且呢 又少子化結果呢 大學又不能整病 不能整病結果呢 私利學校會完全的消失 那結論就變成國家自己辦了 國家自己辦的時候呢 它就麻煩了 因為國家自己辦會更糟糕 它造成一件事情是什麼 不同學校的老師的薪資是一致的 那這就完全沒辦法反應 這是高等教的問題 那在中小學教育裡面 因為學校都有課綱 這老師要集體訓練 我不知道老師為什麼要集體訓練 因為那個叫效力 那那樣的東西比較 一個口令它就立個動起來 所以我們某種程度應該是說 我們在教育裡頭 那個市場經濟還是沒有 沒有 因為如果是市場經濟起來 老師的壓力可能也就不會那麼大 因為你覺得你一般可以交二十個小孩 你就交二十個小孩 你覺得你只能交五個小孩 你就交五個小孩 只要你能夠錯過 那你會選擇你要交的小孩的類型 因為你適合交那樣的小孩 所以大家要各自解放 那現在不是 你一個老師要 所有孩子你都要拉在一起 所有新的教育都要在一起 你要先去學習 所以好像都學不完 但我沒辦法幫你這個問題 因為在我的經驗裡頭 我的老師都沒有教我什麼 真的 我是先放棄老師 之後自我學習 之後才救自己 但是我的小學老師教得我很好 我都不知道只要他教我什麼 只教我discipline 我只記得discipline 可是他很重要 所以老師還是很重要 可是呢不依賴老師學知識是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是這個中高大學 小學我還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兩個小孩成長過程我沒叫他 到大學才開始叫 因為我不知道我兩個孩子有智慧 我們家有兩個大學才發現的自閉 好特別 好震重 好特別 就是因為我都沒過來 這好複雜 但如果我們再把這個自閉這個3%比例 再放到你的教學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講差異話 因為學習都沒有講差異話 對 那其實自閉就是光谷的兩極嘛 他也不是病啊 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不一樣的 那這個就有一點點麻 有沒有誰可以搶救我 來幫忙回答這個問題回答的更好一點 因為 每一次人家找我談教育我最怕 對 我們在自閉生成年來年會 然後我們有找一位國小老師 伊莎貝應該在聯絡 禮拜天才會去 對 對 然後那個國小老師很棒 我覺得 老師跟老師對談比較有更方便 我的太太是國中老師 我剛才想說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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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幹嘛幹嘛 這沒用啊 然後我給 我太太看那個國小老師的獎 然後看了幾方 還不錯欸 哈哈哈哈 你這樣就可以幫我 為什麼 因為我還真的沒辦法體會你的感覺 對 因為 我 我的 世界沒有框框加價 那個 我最近有看一下 其實最近也有在辦一些 卻真的是AI的失陪 但他的那個做法就真的非常有趣 他就完全把它當作是工具 嗯 然後他就教老師怎麼用去去出試卷 出考題 對 但是這個影響其實完全不是這一種層次嘛 先是高四出版社 哈哈哈 但是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這個空間放大了 會不會對老師反而更困擾 因為你要學懂不可能 我覺得是這樣 對 你僅怕變成工具 也許你花少數的時間 那至少把這個概念帶到你教授 先弄懂啦 對 但是有點就是 但是我又還有跟那個聆聽 林老師聊吧 他就很擔心說 就是 就是 嗯 老師們對這件事情的認知 就僅止於工具 嗯 但是沒有認識到說 他其實是會改變 整個教學的方式的 對 小學可能還好 可是我覺得 國中 因為小學寫報告比較少 嗯 但是還是會碰 所以還是會跟他互動 嗯 所以像我們之前 有一個討論 就是小孩會問 Chap GPT說 你配家我自殺的步驟嗎 啊 這樣他被擋不住了 現在被擋不住了 現在被擋不住了 他打之後被擋不住了 那會擋 就是 現在一個 第一波就全世界這個步驟 嗯 要問到就很難 因為 但我去台中女眾 他就跟我講說 他去學那個Jill Break的方法 還是很難 還是很難 但是很難 這是因為 倒不是小孩子一定心情不好 而是 在他的世界裡頭 如果常常聽到 被highlight這種事情 他就有感覺 嗯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原因是因為 我平常關心的事情裡頭 是解放一切 哈哈 那現在 告訴我有個體制 我就不然 不知道該怎麼辦 哈哈 所以我連續這個 就是說 他也提到未來可能很大的困擾 是比如說假新聞 那以前我們的學習 因為可能是來自一個 非規範 所以你會知道這個是真的是假 可是未來的學習 假設他們都很自主的在 這樣子的環境裡面學習 他怎麼去知道那個訊息 其實我們到目前為止 也不知道那裡是真的假的 沒有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真假 所以以前叫 你不移觸而有移 這是我少數記得的文言文 哈哈 但他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學習你就是要抱持永遠懷疑 那不斷去學習它 去求證它 但這個心態呢 在我們傳統教育 用考試這種評量很多 他都不會有 我可以告訴你 你們我考試教育我很慘 但研究教育我真的 研究教育我真的很厲害 我從做研究第一天開始 我就沒有天花板 很多人說找不到題目 我一天可以找好多題目出來 但考試教育我就什麼都不行 為什麼 副選題我一定都說是對的 因為存在機率就是對的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我聯考通通把他寫 全部都對 我是真的這樣訓練 因為研究就是這個概念 它只要有可能它就是對的 但為什麼後來發現人家考得很好 原來人家很通話 其實是被治癒 偏見治癒 所以我是確實 哈哈哈哈 就是 老師的高度制約下 你聽懂老師意思 所以你照他意思走 那我在 我幾乎沒辦法聽課 因為我負擔太大 我跟我兒子差不多 我只是另外一種字笔而已 因為我信號太多 所以我只能自學 那我學任何東西我都會教人 因為我自己學 但我學的東西很少 因為我自己學 所以我大學每學期只念一門課 只要其他的不要當掉就好 但是我任何念的那門課 我可以做研究 我去學校獨自轉發 一門課 所有的參考書 所有的參考書 就是那一個所有的書櫃 全部把那一路 所以我一門課 就是做研究 很值得這樣 後來發現說 我很適合這樣學習 但我不適合傳統教育學習 之後我就發現傳統教育 真的好可怕 因為他在很短時間內 要強迫大家懂好的東西 怎麼可能 只有懂的人是真懂還是假懂 他是配合 他因合所有的人 那我看我以前同事 數學育英常好那些老實說 他們都自己推推推推 他根本沒有辦法真的是上課題 他都是自己推 所以這只是有感的話 就是說這個學習我們還是一個 我們還沒有解嚴啦 那如果站在我自己領域的觀察裡頭 我們的學習最難的地方 就是沒有像這樣的討論 我們沒有問問題 所以孩子缺乏主體學 我們都叫孩子孩子嘛 到30歲也是孩子 這就太慘了 我認識大部分的國家的人 到16歲都是大人 因為他們就要開始打工了 那我們真的比較晚 所以我們那個高度保護的機制 比較重 那我們比較沒有提問 我們都回答問題 所以Church GPT 這個最大的影響就是 我們不要問問題 而且那個問題是 你要把前行題要講好 脈絡要講好 這比較像媒體在問問題 所以要把背景要講好 但是我們傳統式的問問題的能力 沒有去面子 我舉一個概念說 為什麼所有人在台灣的交集系下 都不開心都糾結 這個制度是這樣子 它的整個設計 所以全台灣只有一個人開心就是防守 因為標準答案 標準答案就分出高低了 但如果你的聯考設計說 每一個人自己出庭會考自己 它就沒有標準答案 就每一個都第一名 自己這個人家長跟你說這樣是公平 對啊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教育就是這樣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對啊對啊 所以為什麼他那麼自信 為什麼人不自信 可能應該都要自信對不對 是因為這樣的工廠下來之後 九品中正制度 從全國低雲排到一萬十萬名去 怎麼有一個國家把孩子 一開始就這樣殘殺掉 那為什麼這個制度沒辦法改 因為公平 所以還是沒辦法 那因為那個公平 可能就很多工具要進去 所以教育我抱歉我解不了 因為我是教育的判斥 我想順著問就是 老師當然有提到 就是個人可以 就是當AI變這麼厲害的時候 個人還可以做的東西 像是想像努力 那我想延續就是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事 可能現在個人 尤其是比如說我在工作 這些上班族 我在現在的職業一定可以做的 然後延伸這個問題會是說 老師剛剛有提到 像是可能最大的台灣企業 可能現在是一個訓練 好自己垂直腦的司機 這家務不是最大的一家務 就是一個一般的台灣企業 你剛剛開始大概在寫APP 手機APP 每一個人都要摸索一段時間 所以現階段恐怕還不是跳到 說企業可以做什麼 個人可以做什麼 恐怕只是先好奇 這些可以下載的東西拿來玩一玩 把自己有的資料拿去試驗看看 因為整個台灣懂得訓練 不要說是語音模型 懂得訓練機器學習的人就很少 因為你在學校只有幾個 學校要開得出這種課 開得出課來 大部分資料都被準備好 那麼我們沒有一個經驗過程說 無道有準備資料過程 而資料變成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是累積那個經驗 那還談不上立刻怎麼樣 但是立刻用就是說 現成的Chain GPT 拿來在你工作上使用 用它的就可以 但你要下載來自己去實驗的 你就等於是你要先去體會經驗 但這個值得投資為什麼 因為整個社會懂得很少 所以在這一個階段投資裡頭 應該是非常非常划算 就有點像你是先進者入市 那我估計這個頂面需求會很高很高 你可以看到Chain GPT 到目前為止 他沒有公佈說 Fight tuning要怎麼做 對不對 他沒有一個guidance 很清楚告訴你 Fight tuning要怎麼做 很奇怪嘛 對不對 因為他也不知道 真的嗎 少數人知道 但是沒有一個guidance 沒有一個很清楚的guidance 所以這個學問還在建構中 系統被做出來 但學問還在建構中 還沒有辦法寫到什麼使用手冊 訓練手冊 訓練手冊 注意事項都還沒有 可是為什麼這一次大家很奇怪 這個全世界人都跳進去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是社交媒體造成什麼 這叫狂越 它是另外一個議題 不是Chain GPT 而是整個地球轉速變快 因為我們一個資料 一個資訊 放到一個社交媒體 以前叫6 degree 現在不要2 degree 就全世界人都知道 所以大家焦慮感立刻起來 大家都怕輸 立刻跳下去 人家還來不及 電台還開而已 還來不及 衝進出大室的班長 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我還要有這種 不可以不及 選手冊 我覺得我不是自己辦吃鯨 打 一直不停的說 他們其實沒有預計到一件事 我覺得有點像這樣 門開的人都衝進 書都翻光了 所以現在變成是早期階段 好處當然是說 如果你體力好 其實撐下去 你可能是一個 找先進的優勢 可是因為大家都有高度焦慮感 就要撐多久 这就接着我想加问一个 就是最近我一直听到一个 好像是Bill Gates说的 他说我们常常高估了两年内的改变 但是低估了十年内的改变 所以对生存式AI或确GPD这件事 它的改变的速度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对十年做一个了解 是因为我们反推过去十年 你就会知道世界改变多少 iPhone是2007年出来 对啊 对啊 那我们再去推的话 其实iPhone大概影响是这一段 短短15秒的时间 阿伯高20165 现在要6年多7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这时间都缩短了 那我们现在人大概都 十倍数 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觉得 人那个演化需要20根手机 我哪拿出去来画 好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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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有点是演化现在做一个机制 看想是这样 但 嗯 这是 真正我们在谈Chase PP 里头 大家反思自己 那个焦虑感 就是你的 你的搜集目的要造成你的焦虑感 另外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心不足才会有焦虑感 所以呢 真要解这些事情 去找一件你觉得你有兴趣的事情深入投入它 嗯 我这个 这个 但是我又建议人家都只是这样 这好像听起来很平常啊 不会 因为你在学生时代里都告诉你说做一件 选一个你喜欢的事情是没有可能性的 因为做也做不完 但是离开学校之后 没有很规范的 你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 它本来就是你自己觉得 嗯 那你喜欢的东西投入是大概是最好的方法 另外一个呢 少用社交媒体 哈哈哈哈 因为你的降低家 陈老师是没有社交媒体 没有社交媒体 对 因为我发展社交媒体 我知道它是独害人类 哈哈哈哈 因为在Google 第一个社交媒体 你们都不知道叫Oken 嗯 它事实上是印度人在用的 那巴西人跟印度人在用 它有点像LINE这样子 那我们就看到社交媒体危害人类的很多 因为太早用社交媒体 你看美国那个厌食症的比例有什么 嗯 在2015年左右 美国大量产生厌食症 就是社交媒体 大家爱漂亮的厌食症 就变心理问题 全美国几百万人在那个 有点像那个 犹太人的那种 当年 关在那个 瘦成那样子 之后他们有多少camp 在台湾都不知道 他们有多少camp 在做这个therapy 那意思就是我们 我们在一个青春期成长阶段 就过度的比较人会很痛苦 台湾青少年 我也不觉得我心脏很强 我就不看了 台湾青少年 也是交流或心理问题 也是从这个外表的比较 因为你都不整天 discret 对 所以我没有用社交媒体 因为我已经老了 也不是一个比较问题 我不用社交媒体 最主要原因是 我有社交媒体 我不能看一下 personal post 我不能跟任何人太近 我不能跟任何人太近 我背会抹起来 赤壁就是这样 赤壁就是这样 那你们这个还蛮阿宅的啊 我现在阿宅啊 我只是工作造成 工作造成 我必须要面对而已 因为 你fi tune过的啊 我fi tune 我两个儿子还没有fi tune 所以他们背都不能跟人家碰 那我如果去看人家personal post 我立刻就麻烦 我不喜欢 但我跟所有人都等去 就是家人朋友 一切人都是等去 所以你也可以说朋友很多 但是不能太 close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social media 对多数人 你还没准备好 其实那个压力太大 但你们都有了 也来不及了 我不是 老师你怎么样 我跟太太结婚过 哈哈哈 为什么会到这个 自闭症也是没办法结婚的 我不是完整的自闭症 我还是有好奇心的 哈哈哈 这个你就反思自问就好了好不好 哈哈哈 我做了很多努力啊 是吧是吧 性价格比例子 再把老婆管进来 你知道那个 学生 城市高度 能力很强的人 多多少是 alty症 都知道了 我觉得我们家也要 哈哈哈 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 你要高度自律之后 能够高度思考 那你就比较不受外在影响 嗯 这种人某种程度就alty症 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台大医科 三分之一左右 是alty症 原因是因为联考造成 这是台大的很多医生告诉我们 联考造成的 因为我们联考的分数要几乎满分 才能够到台大医科 谁会满分呢 就是很详细结束的 不是 记忆力要超好 然后对对对 不能miss 所以你记忆力要超好 autism的特质就记忆力超好 哈哈哈 我儿子是 他 他会记得老师在白板某个位置里头 写过那个答案 他是这样是 他说他没有懂 可是他会有东西 他好像是 主向师傲 哈哈哈 对 所以 Future Model 哈哈哈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Country Science领域里头 尤其在 在我的工作环境里头 是懂了很多 迷迷习习惯 但是 我们的 不是训练沟通能力 然后有些沟通能力都要慢慢掌心 哈哈哈 社交媒体我没有 但是你们还是得用 为什么 因为你还是要connect 但是你如何有个平衡我 我没有答案 因为我没在意 你们要小心想想看 那自己的兴趣呢 要长期性的培养 因为时间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那个reward很大 因为很少人long term做一件事情 嗯 你知道我在 我在中暗研究院做15年 一个人做研究 就是有一天人家来敲我门掌 但是长期做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觉得 我某件事情好像做得不错 没有欸 只是做一件事 还有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刚刚那个 好 老师你好 谢谢 我现在正在教育新庄 就是因为不敢去体制内的教育 所以选择 不要了 不要了 体制内有很大的责任 对 没错 然后就是 其实我还蛮喜欢刚才对话 就是一部分是教育那边 但我觉得还有很多是 关于我们不管再接触科技 或者说关于自己个人的情绪等等 然后我自己刚刚刚刚在里面 抓到一个关键事情 叫做效率 就是 某种上感觉我们其实对效率有一个 这两个字有的误解 一个部分是在于就是说 我们可能希望就是 就是 就是产能会有效率 然后或者是 希望自己更快速的 跟上世界会更有效率 可是感觉 然后同时 我们在讲 SHAGVD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训练它又是 然后或者我们有 有所谓的偏见 其实也是为了让你更有效率 那其实都是为了要有效率 这个字 对 然后就蛮好奇老师 会怎么看看 如果捷運门打开的时候 有三个人站在那 你是会第一个走进去 假设大家都不排队 还是第二个第三个 还是第二个第三个 第一个 OK 我会是最后一个 OK 我儿子是所有人都上去之后 他才会最后一个 因为他的焦虑感来是 结尾门打开的时候 如果他上去 他会发疯 会变上去 我用Altism来讲就是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多数很开心 会对别人影响 就是会觉得这班车我没大声 会很严重 对 所以其实问题出在这里 一般就可以 我们所有人的焦虑感 你们会来这里 这个晚上七点 一天 你们都很特别 我不会 但我不叫 那我不能叫你们不来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们我没谈 拜托啦 哈哈哈哈 因为我会放弃这个机会 所以 你们是成功者特质 因为你会委屈自己 去努力 可是你真正的问题 不是你委屈的 你那个 你已经有了 你真正特质是 不要被钓鱼钓上去 每一次捷衣门打开就是一次钓鱼 有些门你要上去 有些人你不要上去 我十都不上去 哈哈哈哈 老师是等人家来敲门 哈哈哈哈 那没有来敲 老师是被搬走的局面 哈哈哈哈 被搬走的局面 我太 我太不会被敲门的 这真的太特别 如果我的人生很多事情 讲给你们一天的话 这个 台湾最有钱的人 最有权的人 最大的公司 都来敲过的门 我都没有理他 中国最有钱的人 来敲过的门 中国最有权的人 偷偷管制我 哈哈哈哈 我都没有理他 那个钱不是一亿二十亿 这种单位那样的 我也没理他 因为我觉得人也活不久 要他在干嘛 哈哈哈哈 很好期待啊 对 但是那个就是 妈妈生的好 就是我不会被钓鱼 但是不会被钓鱼的 优点就是 你的抉择 有一天運气好 有人来敲门 如果没有人来敲门 你一定会被人家看到 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时间真的不多 每件事你都做不好 所以 有没有以为我事情很多 我说晚上都没事 还是没有在这里 那你糟糕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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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列克 你刚才被我的手 掉干都拿了 哈哈哈 喔 那晚上是属于 属于我的时间 因为我的思考时间 我沒有社交媒體 我也沒有社交媒體 我只有這種方式 才能夠在現在資訊量那麼大的時候 維持我的tempo 所以你看你們資訊量夠大 我都不知道你們怎麼回想 你有社交媒體 那你有焦慮感 你要覺得讓自己更有競爭力 哇這些事情 可是你時間就那麼少 那你就要把自己搶出時間來 我搶出來的時間的方法 就我做我自己 那我一天都你們聊 3小時左右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 就AI這個生成事的AI開始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內容的DBO 越來越嚴重 對 就是大家都面臨大量的 因為我也是內容產業的 內容產業的焦慮感 因為其實這世界上這20年內容到爆發 那以前是Mess Media時代 所以你有經驗過媒體有獨佔性的優勢 他是知識的傳播者 那現在自媒體之後網紅 所以每一個人都知識的傳播者 加上現在的知識我們以為知識很多 其實他不是 他是六層的傳播 我可以講一些人家不知道的事情 是因為我沒有看守什麼 而且通常都我自己想 我知道很少 但我有差異的話 因為你們知道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只是這個差別而已 這個跟昨天那個HD跟我講的很像 HD說 HD是人工智慧學校校長 對 孔祥童孔院士 哈佛大學 對 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Compute Science 然後他去工藝學演講 人家有問說 這麼多paper要怎麼看 他說其實你不要看 對 以前Compute Science最厲害的大師 叫Kanus 他教大家怎麼樣學習 我就是那種學習法 就是看標題之後不看 看完標題最多在看災藥 至於影響 想得通 也不看 想得通就算了 也不看 我自己 我自己現在都覺得 這樣就很像 媒體以前到底在寫這要幹嘛 哈哈哈哈 這是一種思考訓練 他的訓練真正的問題就是 你要把一個東西丟到你的腦袋 你就去自己裡面 你要丟到我腦袋的產生效果 什麼樣的方法最好 其實是讓你腦袋動起來最好 不是毒湯 毒湯沒有用 毒湯只是fighting 你不如真正深層訓練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跟著他想 你想得通了你就學會了 嗯 我搞錯了 大家今天回家一起 真的有訓練喔 回去大家一起生成訓練 這個叫主體性 我剛剛好像不是在回答你確實 已經在告訴你建立主體性的感 主體性就是說 你不要太依賴社交媒體 你也不要太害怕 你也不要太害怕 你只要每天可以搶出2到3小時 所以你自己的時間 長期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你10年20年後一定會比別人不一樣 因為這世界上差異化太少了 所以你就可以製造出差異化 你有差異化的時候 然後人家就覺得你好厲害 其實沒有 你沒有 你只是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一個有特別功能的chatch區 所以特定懂在裡面 後來chatchGV出來 我就覺得我不在寫稿件 根本就是一個chatchGV區 因為我是蒐集很多資訊 然後去產出 其實這個就不同時代了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沒有辦法再回到當年 就是以前比如說傳統媒體 沒有多少媒體的時候 那是所以從業人員的素質 都非常非常強 我們傳統編輯 你看他們寫稿子能力有多強 但現在媒體的角色就改變 那就跟著改變的時候 你們現在是18班5億 對啊 你們現在是18班5億都會啊 未來的發展就是 每一個人都變拍型人才 這你們沒有問 其實拍型不是說 不是說你要18班5億 而是工具便利 還有用那一天 我們吃飯聊天的時候 講那個開根號當力 很容易懂 就是我們小學 我不知道開根號的國小回家 國中 國中 那我們解開根號要學好準 但現在按計算機開根號就只開 可是開根號這個概念很簡單 它平方的想法 對不對 所以要教啊 但是 概念要講不用解算 不用解啊 那我們就要去檢視 我們生活上有多少東西 已經屬於開根號 我們不需要浪費時間 再解開根號這件事 那我們把剩餘的時間 去理解更多的事情 那那個理解更多的事情 你不要被專業限制說 我是物理就不能理解化學 不是 就是 你要打開你的興趣 把它變寬 就變拍型 為什麼 未來的走法就是 你要有能力用 GPT這類的問答系統 那你要能力用 你的知識要廣 不是深 就是深的教育 我們深度教育永遠不深 那只是比淺還深一點 但是要廣很有用 廣很快的 那廣的概念是要你習慣性的改變 那個好奇心要有 你看到一個東西不懂 你就廣廣廣 所以我們未來的就要比較像是 在每一個領域裡頭 你要有能力用 用那個領域的深層CI之後 它來達到60分 可是你可能只要二三十分的知識 你就可以用它那60分 因為你還是要求證它對不對 但是你的寬度會打出來 寬度打出來 我們就叫未來是一個拍型 這有點像一個工程師 他現在開發師 他就不要花時間去寫酷寫太細 但他對問題的拆檢能力要上升 那把問題拆檢 你要common sense 那你common sense就要越高了 所以最後結論是什麼 common sense要多很多 因為在這個GPS時代裡頭 你嘗試越豐富的人 你問東西的廣度跟深度會比較好 那嘗試豐富這個概念 就是要點點滴滴 這也快不起來 這個是一個習慣 那這個習慣每天要養成 我都告訴人家這個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早上早起 你知道年紀大就早上早起 多早 多早 六點 三千的時候都三點了 三四點他就是閱讀 他都讀書 那我老師是林一山叫做一天只睡三小時 我有長達二十年一天只睡三小時 一天只吃一餐飯 是休息 不是 沒空 我們很專注 其實專注是很多 你才有一個能力跟辨布兩種 所以我有一段非常專注的一天 在十五年裡頭發表一百多篇國際落盟 那一百多篇經過Revise 一個禮拜要出一篇嗎 專注再專注再專注 所以我加入Google的時候 我是我那一個領域的全世界大會的主席 可是我沒有出國過 什麼 那大家來台灣開會嗎 有網路啊 所以其實這個有太多有趣的地方 我三十二歲才出國 第一次看到飛機 第一次講英文 我三十二歲是我學門最重要期盼的董蓮姐 所以有一件事情告訴你 不一定要出門才會講英文 是是是 很有趣對不對 因為有網路 那但是那些經驗會讓你差異化會看得出來 所以我長期在台灣 我看到國外的時候外國人的時候 我很容易體會那個差異化 所以我到過來訓練我團隊的時候 我知道台灣有什麼問題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 缺乏 另外一個我們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表達能力比較弱 為什麼 因為不出開坑號 你要出開坑號我就會解 我們時間用在演練 解題 解題 但我們時間沒有用在初題 但初題是什麼 在建立你的整體性跟整體性 老師就是初題對不對 你理解之後 你就會說用什麼樣的題目 來讓學生測驗學生 所以教書是學習最好的學習 初題也是學習最好的學習 我曾經在大學當老師 第一天幫他講過 我這個題目叫做 你出題目好我 我改到期末 待會不出這種題目 難逗 但是很棒啊 所以意思就是範圍思考的概念 今天我們在理解他也是 差不多是一個範圍思考 我們大部分覺得 GENERATING AI幫我們很多很多 其實是一個範圍思考的概念 好時間也滿晚的 所以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最後問一個 就是我覺得接下來很難的是 就是那個MOMENTUM跟QRASO 到底要怎麼發起來 就是那個動機 你有幫到別人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對小孩來說 小孩也可以幫你 我是被老師叫出來的小孩 什麼那樣 我柏伊老師神病 他叫我去教 你今天蠻努力的 我會想一下學長 所以他叫我每天幫他掌上出卡片 因為他沒有當好 就出卡片 我國異出 第一個學年出下來 我就放會思考 所以其實呢 這就是有限資源 以前還 現在還是每個都走 以前就是 所謂只有班長是人 其他都不是人 但其他那些人都會聽班長 所以我們其實是 因為老師沒空 所以我 我國異開始在 就在講台上 在童姐還沒有上課之前 我就要先讀 讀的時候就要 教 我要早上找志祺 一直到 大概 第一堂課結束的時候 老師找回來 這太重要了 我一輩子就靠他 因為你 你換一個角度 就把它自己編大了 所以我們剛剛討論好 那好多問題就想 那你剛剛的問題 有一個概念就是 數位這個對孩子來講 是學習能力的限制 那種 可是反過來 如果你給他條件夠好 就知道 一個日子的孩子 已經好厲害了 嗯 因為工具那麼好 對不對 那當然這是父母 就影響太大 所以台灣現在正陷入一個 父母對孩子的教育 比較教養的教養 因為工具太進步了 所以父母可以加兩三歲 就很高 當然我不知道 數位跟平坦 對孩子的教育 最大 因為這影響 你剛剛給我一個很大的 我們連整個焦慮 整個影響 所以很有可能 這是我以前沒想過 假設我們三十歲 就讓孩子過早前期 會不會焦慮 反正 這要時間才是正的 可是早一點把小孩子當大人 這件事 另外 讓孩子放位思考 他本來是個學生的角度 變成是一個老師的角度之後 他突然間學習方式改變 結果我考試都考 對 老師不用考試了 不是 因為你換老師的角度 然後自己去考都會考 你們很會考試 老師我從小到 我小學跟國中 我在教室外面 教室裡面 因為我是因為會舉手 問問聽 老師我以為是說 你出去 你出去 對 老師你說那不對啊 我說我應該會這樣 你出去 現在會嗎 現在不行 現在就是 可能是老師出去 對 這也是個方法 老師會換位思考 我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 我們還是集體式的教育 所以那個大義化 就沒有 很可惜 那因為 我後來 所有都是旺文化 所以我已經真的不知道 必須的 像現在這個對我來 我 我跟一千個人 有過一對一的密集 我現在跟三四十個創業家 會是一對一的 我以前的朋友 我以前的朋友 還現在維持過 我們以前的大概 可能還有好幾個 所以一對一的時候 可以比較 能夠互動 所以你知道 學習是什麼 就是 你要告訴我啊 我才了解啊 我告訴你 你聽不懂 你要告訴我啊 我們在學到沒這個可能性啊 所以我都不知道 我們怎麼教了 就很像這樣這樣 你們如果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 因為 跟互動 沒有問題 好 那切GPT就是這樣 這個對結論好不好 記住 你下次用切GPT的時候 絕對不能叫one off 因為它可以conversation 微軟說 十八次內都不會騙你 意思是說 你可以跟他對話 一件事情可以對話到十八次 所以記住 不要太早讓他收工 對 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可以跟他用腦 他可以跟你用腦 那你就 有主導權 之後就我剛剛有講到就是 這樣子 他就在幫你 否則你就大腦完腦 這樣 那裡面 差別一點點 可是這回歸 我們剛剛談的比較多教育問題 他就插在這裡了 因為我們的教育裡頭 總沒有讓孩子跟老師不懂 所以 孩子都大腦外包給老師 那錯誤已經造成了 那沒辦法 大家自己想辦法自己 好 那我來囉 謝謝 謝謝 謝謝